美國司法部在星期五 11月12日發布的文件說 班農拒絕就1月6日的國會暴力事件 向眾議院調查委員會提供文件 拒絕出庭作證 可能面臨兩項指控 罪名是藐視國會 如果罪名成立 每項指控將面臨30日至一年的監禁 以及100至1000美元的罰款 民主黨控制的調查委員會 在10月初向班農傳換文件和證詞 班農的律師表示 根據前總統特朗普律師團的指示 相關文件和證詞受到行政特權的保護 因此拒絕配合 該委員會10月19日通過一份報告 指控班農藐視國會 國會通過了對班農的兩項指控後 10月21日 以班農藐視法庭罪提交司法部 到目前為止 眾議院已經向十多名前特朗普政府官員 發出類似的傳票 包括前顧問斯蒂芬·米娜 前國家安全顧問曼克爾·弗林 前白宮辦公廳主任馬克·梅多斯 消息證實 梅多斯拒絕傳票 不會出面作證 藐視獲會罪的案例並不常見 1983年 司法部曾起訴一名環境保護局官員 但最終被判無罪